大家在一起 我們好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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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念 你知道在新北市平林區的深山 有一座神秘的胡同村嗎 傳說1897年11月份的時候 在這裡發生了一場 日警徒村事件 當時日警入山圍剿抗日份子 整個村子老弱婦孺 無一倖免 難道是無辜的亡魂 怨念太重了 導致詭異事件頻傳嗎 這一次我們的採訪團隊 就特別拜託當地的資深 導覽老師陳支掌來帶路 他說在當地導覽 其實有一個禁忌 他有一次悟觸了禁忌 當天晚上 就夢見自己身處在胡同村 接著被日警屠殺 隔天醒來還進了醫院 整件事情看在民俗專家眼中 還藏了一個驚人秘密 胡同遺囑那邊最好是不要去搭 那個以前殺人埋在那個地方 老師吃腸酸穩定嗎 老一輩的平民人 當你只會提到胡同村 他們都會晉升老天氣 為什麼 這是當地的禁忌 你看地上的 怎麼東西 老師 你嚇我什麼 因為小時候 我們進去採草藥的時候 也曾經遇過鬼打牆的事情 怎麼走 怎麼繞 還是回到原點 小哥 快點 電影賽德克巴萊中 日本警察為了抓拿抗日分子 寧可錯殺100 也不放過一個的瘋狂土村畫面 傳說曾在新北市平林區 一座隱身在深山叢林裡的胡同村 血淋淋上演 當時候整個村內 共大概300人左右 大人小孩無一幸免 屍體橫沉在整個胡同村內村外 足足填滿了13條溝渠 胡同以前很多的靈異傳說 很多人都表示說 就看到有人為了走 他就認為說 那應該也是來這邊的遊客 所以跟著他後面的腳步走 然後走到半路的時候 前面那個人突然間消失了 然後他們就不知不覺走到 就找不到出口的地方 還好在搜救人員代理下 這一些自稱被牽著走的迷路山友 得以平安脫困 讓人不免好奇 神秘的胡同村真的存在嗎 因為傳說還提到 這起日景土村事件發生在1897年的日治時代 但是翻遍史書 卻找不到任何的誌字片語 胡同村因為就是清早時代 那時候那邊是驛站 地方騎勞言之作作 難道這是一段刻意被隱瞞的密史嗎 為了一探虛實 我們特別請託 當地土生土長的資深導覽老師 陳支掌帶路 深入山區找尋傳說中的胡同村 這邊稱為東山坑 那有很多人明明這邊都寫得很清楚 胡同就往這邊走 可是很多人就往這邊過去 的確路標寫得清清楚楚 怎麼會有人走失呢 我們在這條古道裡頭 比較不方便講 那如果你想知道的話 我們下山的時候 我再跟你細說分明 陳支掌不只雨帶保留 還催著我們抓緊時間趕路 才不會誤觸當地盛傳的 午後三點魔咒 因為他曾經親身經歷 當時才讀國中的陳支掌 跟著爸爸上山採藥 一時間卻忘了禁忌 單一條路照理來講會越走越遠 它那個有如一個同心圓 你無論怎麼走還是回來 再走一趟還是在這裡 那就覺得心裡就開始拔毛了 陳支掌還說 根據山裡的規矩 當時大家索性留在原地過夜 而那天晚上發生了怪事 讓他即使過了快四十年 還是難忘 他們在廟會慶典那種羅鼓聲 五龍五絲那種恰恰大鼓 還有吹浩角的那種聲音 可是如果以當時我們去的季節來講 零零附近並沒有任何的慶典 可是那邊的這些慶典的聲音 卻聽得一清二楚 好像就在你身旁回蕩這樣 三更半夜 緊緊的山裡居然回蕩著廟會喧囂 這也太奇怪了吧 但陳支掌依舊低調不回應 只回說等離開胡同村再說吧 我們只好忍著好奇心 一步一腳印翻過了兩座山頭 終於抵達了傳說裡的承諾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座石板屋遺構 以當時來講 這個應該是他們當時胡同村的村長 他住的地方 因為當時能夠住得起這樣的石頭屋的 真的在屏裡面有幾個 仔細瞧在一片長滿青苔的腿皮遺構中 因為可以看見幾張彩色照片 記錄著這裡曾經舉辦過法會 究竟為什麼呢 當時本來要來這邊蓋個藝民廟 但是基於這邊是一個水源的保護區 不准他在這邊蓋廟 所以呢他只好就地把這些 舊的倒掉的石頭呢 就把它蓋弄一個小廟 然後做一個紀念 陳指長的解說 彷彿在暗示我們 追起日景寫圖胡同村事件 並非空穴來風 緊接著他要我們做好心理準備 因為要前往當地羽人 都避之為恐不及的禁忌之地 這邊就不要走進去喔 傳說這裡就是當時日景圖村賣室的地方 悟患心儀當年被寫洗的胡同村 已經淹沒在一片荒葉蔓草中 但是無辜枉死的怨林是否安息了呢 這答案直到我們離開胡同村 陳指長才娓娓道來他的看法 十幾年前他有一次帶團導覽 經不起山友的熱情追問 不小心在胡同村 就說了這麼一句不該說的話 當天晚上就做了一個奇怪的夢 睡夢中當時那個大屠殺的場景 全部都在我的夢裡頭 如同一場大螢幕的電影 真實地上演一次 我也是其中的一個成員之一 當我已經跑到 就是四處逃轉 跑到沒有力氣的時候 我整個人跌倒在地 然後我後面日本的追兵 他可能子彈也用完 他就拿著槍子這樣 這樣打下去 整個人是從那個床上 真的是整個人跳上 跳起來 那個... 因為那種痛的程度 痛的那個真實感 很...很真實 當時以為只是做噩夢的陳指長 看看時間才凌晨三點鐘 索性倒頭繼續睡 沒想到天一亮大事不妙 我根本都沒有力氣可以下床 因為我的腳連動都不能動 放開背子一看 壓絮我那個腳 腫得跟麵包一樣 那個醫生也說 你這個是什麼打到 打到的當下 你怎麼不趕快來拖這麼久才來 然後我還不敢跟他說 其實我是睡一覺起來變成這個樣子 緊急送醫的他 整整住院一個星期接受治療 住院期間總感覺有件事情 在等著他去做 能夠騎摩托車的 一拐一拐的也能夠走路了 我就帶了水果 帶了酒 帶了之前 進去 真的進去道歉 說也奇怪 當陳指長慎重道歉結束 原本不良於行的他 出現了不可思議的變化 走一段時間之後我發現 好像腳也沒痛 然後腫好像也全消了 走到一半的時候 那次拐杖可能已經是 在半路上被我丟掉了 然後下來就開始漸步入飛 陳指長的奇遇 看在民俗專家眼裡 赫然發現一個驚天秘密 互動到阿賴耶市裡面的宗旨 等於說像鑰匙一樣開啟了那一個門 所以前世的記憶在他的夢中 全部都回線 對應到他自己的生理狀況 也就是他在臨終之前 被屠殺的那個狀況 都已經回到他前世的狀況 前世因為沒有做到適當的療癒 或是超度 所以他會帶到精神過來 當事人又是怎麼看呢 經過私下詢問陳指長的結果 他的回應叫我們不寒而慄 因為在他念小學的時候 曾經因為好奇 一個人偷偷前往大人們口中的禁地 也就是胡同村 當時他內心浮現一股莫名的熟悉感 但接下來的感受 卻叫人痛苦萬分 整個那個氣壓的那個籠罩 會真的是造的人都快喘不過氣 就好像是被關到一個很涌緊 然後空氣又很不流通 令人無法理解的是 既然陳指長從小對胡同村 有著莫名的感應 為什麼還不辭辛勞 堅持擔任導覽老師 已做就是快二十年 如果以當時留下來那些遺跡而言 的確確那邊有好多人 曾經在那邊生活過 在歷史中這些人突然間到哪裡去 沒人知道 那除非發生這樣的一個慘案 憑空消失的胡同村 證實文獻沒有記載日警圖村事件 究竟是真是假 背後是否隱藏不未認知的秘密 的確需要有心人士提供更多線索 好讓這一段隱沒在深山野林的秘文 得以真相大白 或許也就能撫慰當年無辜喪命的亡靈 讓他們好好安息